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27号的Lokken故事分析 我是Lokken 先说一说我因为有点热气 所以大家如果听不清楚 就可能要麻烦大家来看看字幕了 当然如果你觉得我的分析对你有帮助的话 希望也可以按个like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欢迎可以在下面留言 当然不想错过我提供的投资知识 或者是一些投资知识 记得要按下订阅我的频道 另外宣传一下我个人的webinar 就会在未来星期二晚 如果想赶上尾巴车参加的话 就要把握时机 在星期一晚的10点前就完成这个报名程序 报名网址我就放在描述栏 今天的节目流程都要和之前一样 直接进入第一个部分 今天的议题就是 会不会年底下有这个星诞老人星市 为什么我会订这个题目呢 因为上周的节目就和大家讲到这个Bed Christmas 虽然在股市上并未如远地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跌势 甚至港股仲是兜兜转转转回到26,400 但是在生活上就面临各样的Bed Christmas 英国也出现了这个病毒变种的个案 虽然目前就说有不少地方都禁止了英国的航班来往 但会不会之后又出现了全国欧元区有封城的问题呢 你可能会觉得欧洲就算封城都不关香港的事 但有多少过去半年移民英国的香港人 会因为这样中退两难呢 又或者你又怎会知道 会不会有人在禁行前已经来到香港呢 特别如果这个圣诞节有出去的话 你就可以见到香港的满街多的人的 另一个就是失业录的问题 虽然12月的数据还没出来 但已经可以从市场上涉量卖楼的已经预示到了 我不敢说现在的数字大量增加 但失业的人数肯定不是有明眼下降趋势的了 还有就是距离农历新年就快到了 会不会就会有更多被裁员的人出现呢 这个又是非常难说的 说完就好像没有说到这个圣诞老人生事是什么 其实是指包括年底的五个交易日和第二年的首两个交易日 就会出现那个呈現向上升的生事 这个我会抱有一个100分的怀疑 我会在今集和解释为何我有这个怀疑 第二部分就是中港美股市分析 先来看看这个比较远的道指 道指在圣诞价钱 如果单纯看点数就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但当配合上星期提及的涉型 就会发现在星期三、四 这个道指就无声无息地突破了这个涉型 并且并不是向上突破反而是向下突破 另外留意一点 前星期五的美股三期结算当日成交急增了 而且呈现已有一个阴烛的 反映当日的沽压比较大 现在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指标给你们了 那这个就是一天的高位 30-343 即是如果接下来这个星期 甚至我大胆估计 来近星期二前如果没有升穿的位 就会向下急跌了 特别是这个12月的波幅 还未曾超过1000点以上 最后一个星期的爆边也不出奇的 第二个是上证 上证仍然处于3,227-3,458这个区间 这个区间我想观众都可以随口说出来的了 而上个星期也跟大家说到 A股出现一个新的分界线 就在3,416 还说到过去一个星期要升穿这个位 才有机会在年底高收 而事实上大家都看到 A股在过去一个星期 是并无法升穿之上收市的 即使星期五 全世界主要市场 都只剩下A股开市 单日升了接近1% 都是无法挽回它收在3,416之下 而且A股也出现了一个短期的下降轨 不过接下来这一个星期 都是继续用3,345-3,416这个range 接下来今天的节目的下半部分 就会集中以恒指为主 虽然12月恒指暂时的波幅仍然不够1,000点 很多人看着的指数 由月头2,614 星期四收市时又是2,614 即使每次接触这个通道顶底都会反转 但你不能够否认 港股现在是在一个下降通道上落 除此之外 既然到年底最后一个星期 但我也不介意公开我上个月的webmina 给参加者这个12月一个重要的日子 一共有4天 剩下来的最后一天就是12月29号 也就是接下来的星期二 到底过去这3个重要日子 究竟是何时出现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幅图 在过去3个重要日子都是一个低位 而且是一次比一次低 而最后一个重要日会不会是延重这个情况呢 甚至乎会不会是当天就出现一个突破呢 完成全月的最后波幅呢 假如我们将恒指放大一点来看 可以看到恒指26339 是上一次见底下跌的一个很大的分岁 而这个位同时也是其权的重要关键 根据收入资讯和资讯都对下个月很大启示 同时对2021年的开局有一个很大启示 另外就是要在26383这个位置 在过去一个星期日比较多电脑盘出来做一个支持的 大家都可以用来做一个参考 如果出现一个大成交下坡 或者在一个裂口跌穿之下呢 就很大机会触发一个电脑盘的指示 并且会反向追股的 第三部分就是个股分析 今天就会比较特别的 是为了要配合今天的议题 而讲这个圣诞老人星史的 所以是讲恒指成分股的 而且是用恒指成分股的走势 来判断这个港股未来走向 当然不会全部拿出来讲 我会用恒指成分股占比头8只走势 去逐渐分析未来的走势 排名就不分先后了 我会颂序讲的 第一只就是汇丰 虽然过去三个星期都有讲到的 但因为恒指的占比比较重 而且不少股场有资力的投资者 都可能有持有的 希望就不要嫌我啰嗦 上个星期的汇丰 中一步就补回整个39.5-40.5这个列口 而且即时周四反弹 也没有升穿过下降轨 照顾来这个星期 大家就要留意着39元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除了是刚刚这个星期的一个低位置 我也透露一点点 这个是之前一个year end的触法位 所以我也不可以再讲太多了 除此之外 41元之上的积传的蟹货是哪个接触呢 有多少是指数基金 有多少追踪指数的中小型基金 有多少省会再继续 第二个就是港交所 前两个星期我跟大家讲到 走势上当时有跟大家讲到 虽然我对前景是有所保留 但技术上仍然是要先等 跌穿380元 否则都是不为估的 而其后的港交所和恒指出现了背池向上 更要突破400元的大关 但我不会因为股价向上而推翻我自己的分析 这个也是在投行申出一种原则 因为基本因素不变的话 所以是没有原因令到我要改变我的看法 第三个是腾送 我不知道是多少看过这个节目的观众 仍然还会坚持持有的 之前11月15日那一集的节目 已经提及过腾送的高峰已经见了 随着中央政府对网上金融的加入 游戏的规范严打独大等等 未来只会出现更多对网络事业的规调出现 再多的解说就不在这里讲了 因为今天比较多股份要讲 所以技术上只要留意551元 它就被阿里巴巴落后 不过不是上升的落后 而是下跌的落后 向下一个近期发行的EMN的触发位 就是500元这个大关 当然前提是要先看看 大家会不会再有力突破570元的蟹货区先 第四只就是健康 内人是我近期比较少再留意的行业 股价在5.82元是颈线 之上形成了一个双顶向下走 只要不升穿5.82元就需要向下试5.3元的水平 第五只就是AIA 这只股份也算是逆市奇葩 众多的金融股在疫情爆发后 都出现了一个见顶 反而只有它在沉顶 可能你会觉得因为疫情发生 多人意识做要买保险 但会不会相反也想一想 就是死亡人数上的增加 会不会导致一两年的人寿保险赔上金额就增加 不过在技术上仍然强势 特别现时升穿了90元 就不要冒险去做淡 随时可能要升上100元做红底股 第六只就是中国平安 股价走势上有点像汇丰 不过是一个下降涉营 暂时阻力是92.7元 下星期只需要留意90元和92.7元 突破哪一边收市就会继续向那个方向发展 第七只就是美团 中央严打独大 当日美团的上市就是用市战比而炒上 上市之后值得多多 又说到要发展游戏应用程式 又要发展网上金融 又说未来要怎样 结果也要回到本页 看清楚外送点餐都有多少价值 我记得旧的节目时 已经是再三强调 美团与业务价值的未来增长 只可以靠收购合并速售 否则股价100元也不值得 虽然现在股价在270元的水平 但我怎样都没办法去测量现在股价 能够维持多久 技术上要留意着274元 上方是295元 基本上下星期就会有结果 如果不是大阳烛升穿295元 是没办法突破上面的海货区 相反跌穿274元 就要分别试230元和200元 不是叫大家跌到之前位博反达 而是劝告大家要走就好走 最后一只就是阿里巴巴 这幅图是我在11月8号走到节目给大家的 当日就已经再次提醒大家 阿里的上升已经是完结的 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半送半疑的 然后就回到今天了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 阿里巴巴的股价现在是什么水平 我就很肯定11月3号 我在Trading Secret就有向观众说到 阿里是怎样成为一个40大道的 如今245元的根据 之前又是一个裂口又破了 股价就急急向下 虽然如此 但应该裂口下跌后的成交急增 有可能短球会出现一个反弹 但如果不弹 就要到208-213才有个比较大的电脑盘成接 我知道可能我说完之后 大家脑海都有一片问号 所以我就总结了 恒指头10大占比最多的成分股 基本上已经占了6成比重 大家可以如图其实看到 走势向好向淡 或者是代变的比例 如果这个百分比是持续的话 恒指始终都要向下走的可能性比较高 第四部分就是上周的策略径图 上周提及到交易日子因为比较少 所以就只集中了一套策略 就是一套体谈的策略 好淡分界线有26560元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星期二就已经见到第一个最基本的目标 但还未能够去到第二个目标出现了反弹 其实我觉得有点可惜的 因为我自己都有些预期上周应该要出现一个突破 而今个星期的策略我自己仍然是一个看淡的 好淡分界线就是26533 而向下目标位分别是26258 25827 25416 而指摄位就会在26583 至于为什么我会说接下来这个星期要看26533 因为这个位置就是下缸通道的顶 升穿了就指摄不可以再淡 就要留意一下会不会好似我节目所提及到 说过来礼拜二就会再出现一个突破 另外提一下 建议旗子就用下要旗子做炒卖比较好的 最后申报利益 本人并没有持有节目提及的股份 我是Lokun 下周2021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